台南市議會原定今日上午9點半召開第二第三讀議會 但因出席議員不過半 經議員商議後由議長宣布改為談話會 蔡玉輝批評市長賴清德在市民深陷於登革熱的苦痛中 賴清德去哪裡了 忙著盛電室報章接受訪問 批評國民黨的是非 讓蔡玉輝覺得賴清德太空閒 最近我們去跟記者走 衛理長都這樣跟我說 區長叫我們來開花 不報到人 叫我們董緣人長 不報到便當 要噴料 市長說噴料不好 不可以噴 甚至台風狗 和政府單位各自為政 副公園 鐵圖長 本舌都不清 杜禄都不清 一個市長要去 辦一個救賽 有些單位就說 欸 議員拜託你了 市長怎麼才要來喔 這裡都不清喔 你不敢不叫 環保叫就給我清清了喔 啊你為什麼你自己沒錢呢 說啊 都沒錢了 啊 沒錢了 那議長你說的說 我們要給對方檢視 都沒有啦 和政府單位 還沒錢 沒錢 沒錢了啦 整個道路 看到的 本舌都不清啦 登革日才不可能 沒有傳染 洪玉鳳表示 市長賴清德 副市長顏純左 衛生局長林勝澤 都是醫師 且賴清德擁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 那登革日是屬於公共衛生事務 為什麼六都中台南市卻是登革日最嚴重的城市 今天我看到一個更好笑的事情 我們最近就看到市政府去接送 那麼 世界三大煙場之一 MIT7 米勒這個煙桑 要來進駐台南 作成董事基金會也出來抗議 煙桑已經進駐台南了 要來設廠了 結果 我們的社區衛生所 今天不是在辦登革日的房子 不是在教民眾說要怎麼來清除那個 資生員 不是教民眾說辦你你們家的人 如果有什麼樣的症狀 有可能就是登革日疑似病例 你應該怎麼處理 他不是在做這個 我們的社區的衛生所 今天在做煙害房子的宣導 今天在做煙害房子的宣導 結果藏死去那個老大人 就躲在那個衛生所的旁邊 這是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台南市這個市政 不是說螺絲掉了 是根本的已經脫序武感的市政 沒有作為的 李昆鴻表示 颱風已離去有11天了 但在永康區內的公園或體育場 能見到凌落的樹枝 為扶正的大樹 公所的 管理員跟我說 我給他一個比較有可能去處理這 像我這麼大人 我也淹不起來 但是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改善 清潔隊員是 只有倒樓的本舍 倒樓的樹枝 他就沒辦法去處理了 所以我以前就說 已經11天了 定連一個紅胎 市政府11天無法去處理 災禍這些復健的問題 這叫做第一名 這是第一名 李全教指出 登革熱疫情已經嚴重影響 台南市民的生活 若明日上午 賴清德和市府官員進入議會 會議將如期進行 李全教表示 如明天繼續留會的話 將在中午之前 請議員同仁到天壇守廟前 請求玉皇大帝 別讓登革熱疫情繼續擴大 記者黃俊懷靈志的台南報導 已經문道hip rejoice 表明 けど 那 有 Lore